歡迎收看不演的開講之一週軍事雜談 歡迎邱世青邱老師 我們又到了交考卷的時間 沒錯 然後呢 今天邱老師特別還有話要跟大家說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 因為最近很多 很多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朋友 會關心我們這個節目 那上個禮拜 因為這是我們新的嘗試 上個禮拜也得到還蠻多人肯定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如果覺得這個我們這樣子形態的節目 對你們有幫助的話 你們也請多多支持不演的新聞台 因為這一批年輕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真的很努力 這是我在台灣看到最努力的新聞工作團隊 請大家要多多支持 陳老師美言 陳老師美言 你不要講得那麼好聽 你就是被罵了 是誰在罵你啦 是誰在罵你啦 但是因為我們在講事實的過程裡面 也都會承受很多壓力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給我們指教 那也會有很多人會提建議給我們 那也會有很多對我們所談的內容 或對我們的立場有質疑 其實這都沒有關係 你就是對我們有質疑 但是只要有斗內我們還是會感謝你 沒錯這是最實際的 那你上週是什麼被罵 我們上週講了什麼東西要被罵 哪一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 因為可能我們帶的一些立場 就以我們自己國內來說 我們國內可能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都不能醫美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就事實 其實我們也不是醫美 我們只是把以前的很多事實攤出來看 但這些事實可能就會觸動一些 一些某些人比較敏感的神經 或比較脆弱的心靈 所以他們就會從不同的管道 不斷的來給我壓力 好像是真的 因為我在把我們上週的節目 然後在臉書上面寫一個推薦文 然後結果後來我前兩天起床的時候 突然看到說那篇文章審核過關 意思就是說他被檢舉過了 但是臉書還沒有把他下架 代表有人試圖檢舉 不是試圖檢舉 是必然檢舉 你把試圖改掉改成必然就好 因為這是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的直播頻道 我的臉書 那我們發表的很多內容 其實都是固定會被檢舉 其實我們會很正常 但我相信 如果我們是本著事實 你就是審核 因為我已經遇過太多次 臉書會一直給我審核 或者是YouTuber一直給我審核的統治 但最後都會放我過關 我覺得事實可以說明最後的答案 好吧 那我們今天又來來挑戰大家檢舉的功力 功力 功力了 好來 這個禮拜有一個非常 應該說是 是很專業 然後但是其實有非常多朋友在討論的議題 就是呢 在烏克蘭戰場上即將要出現所謂的平誘彈 那當然俄羅斯這邊是認為說 這其實是一種核擴散 那西方世界覺得說 它就是一種彈藥啊 啊要怎樣嗎什麼的 到底平誘彈是什麼是什麼樣的武器 然後其實包括我自己 然後呢在爭論節目上面也被問起 然後很多朋友誤會它是一種核子武器 但其實不是這樣看待的吧 對 我們 我們首先必須要先把平誘 然後這個詞解釋清楚什麼叫平誘 其實並不是它他們家比較有錢或他們家比較沒錢 這個平跟有錢沒錢沒關係 這個平指的是我們知道我們核能發電廠裡面用的燃料誘 它是必須要經過提煉的嘛對不對 那它提煉的過程就是先從地底挖天然誘礦來 然後在這些天然誘礦裡面所存發電的那個誘同位素 含量是比較少的 可是你為了發電所以它必須要把那些誘同位素萃取出來 那在這個過程因為它是萃取嘛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產生核反應的那些誘同位素 被萃取走了以後那剩下來的這些渣渣怎麼辦 它就算是大部分被萃取了 但它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把這些放射性元素 通通都同位素都萃取掉 那所以它一定或多或少 那一般來說一個誘原礦就是至少 就是裡面所含的誘同位素 它頂多只能萃取60% 剩下來還帶有輻射就是會有輻射能力的 有放射性能力的同位素大概剩下40% 它會混雜在天然的誘裡面 那這些就是我們講的核廢料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現在核能發電廠 那你可能進去了以後 你會沾染一些帶有放射性的物質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非常謹慎的密封在鐵桶裡面 要把好生運到蘭嶼去用厚重的水泥把它埋起來 那我們處理核廢料是這樣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核廢料啊 它只是在發電之前 它是在產生的肥料 它是天然的誘礦 那天然誘礦因為本身就會帶有 放射性同位素 那它把放射性同位素 就是這個誘礦 比如說這個誘礦是100克 它把裡面它本來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 的數量本來就很少 可能它100克裡面可能只有0.1克 是放射性同位素 然後這0.1克的放射性同位素裡面的 60%萃取出來加工變成 我們現在核能發電廠的核燃料 那0.1克裡面的40% 它還是會留在原本的誘礦裡面 那可是你把放射性同位素萃取出來 那你挖了這麼多的誘礦 那這些誘本身又還帶有放射性物質 所以它必須要接受核廢棄物的管理 那你想如果你是一家專門生產 比如像台灣的核能發電廠 都要跟美國的供應商買燃料棒 那你就專門賣燃料棒 製造燃料棒的工廠 那你的倉庫裡面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剩下來的 對 就剩下來的廢渣 這些東西你不能亂到 因為它本身是有放射性 所以你又不能像我們台南到礦渣 到爐渣 對 到爐渣隨便找個地方 人家修馬路 你就當鋪在底下的食料 因為它有放射性 它不能隨便亂丟 所以每個生產核燃料的公司 他們都有堆積如山的 已經體煉完的這些鋪的 這些鋪我們就稱為鋪鋪 因為它比較濃度高的部分 都已經抽走 所以它叫做鋪鋪 那這些鋪鋪也是鋪啊 那你花這麼多錢 那買了一堆煉完之後的礦 很可惜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很天才的想到 那我們這些我還要花錢 每天維護處理 還要想辦法 比如說去租哪些地下 鹽礦的已經挖完廢棄的洞穴 然後把它買進去 這成本都很高 那我們就 它是鋪啊 鋪是一種比密度很高的 質量很高 密度很高的金屬 那如果我們把它做成 那個像鋼鐵的護甲 那因為它密度比較高嘛 所以它防護能力是不是比較好 那如果我把它做成 穿甲彈的這種彈錐 因為它同樣的體積 它的重量 它的質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 我們知道動能跟質量有關 質量越高 動能就越大 所以穿甲性能好像越好 再來就是鋪本身 它有一些特殊的化學性質 鋪 金屬鋪 金屬鋪的強度很低 它很容易碎裂 那它在穿透 敵方裝甲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鋼鐵 因為鋼鐵會有延展性 所以它打進去的時候 它的頭會受到壓力 會越來越扁 所以它越來越扁 就越來越不容易穿透 但是鋪它是在穿透的過程裡面 它的外殼會碎裂 就是這個鋼鐵的外面 它會自己粉碎裂掉 但是它的裡面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這個 這個鐵會越來越尖 所以這就是滯銳 就是我們在軍事上常常聽到的滯銳性 就是越來越尖 所以它能夠提供的穿申 會比相同重量的污或鐵要更高 然後鋼在空氣裡面 就是高溫的鋼是會自己燃燒的 它燃燒溫度很高 所以當它穿透以後它的碎片 因為我們知道它很容易裂 所以它幾乎是一穿透外面的護甲 進到坦克車的成員艙的時候 它的碎片就開始試散火星到處飛 而這個火星的溫度很高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火星燃燒的溫度 瞬間把裡面的成員燒成焦炭 所以因為這麼多好處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做穿甲彈的來源 那當然對這些手上有非常多 平佑的公司來說 這真是一個活菩薩將士 我要花錢處理這些核廢料 居然可以賣錢了 對 現在這些核廢料我加工一下以後 還可以變很貴很貴的東西 賣給美國國安部 這簡直就是廢土變黃金 所以狠撈一筆 那像這個彈藥 它是英國挑戰者用坦克 主戰坦克用的彈藥 因為它編號是L27A1 那英國挑戰者主戰坦克用兩種 一個是L27另外一種L26 它口徑不一樣 一個105一個是120 那為什麼英國挑戰者號用 用平佑彈 就是因為 英國挑戰者號它的主砲 它跟世界現在潮流主要 120厘米滑糖砲不一樣 它是懸糖 但比較準 它比滑糖砲要準 但是它在旋轉的過程裡面 會讓很多彈藥 呃 動能喪失的很快 所以它需要 呃 更好的穿甲能力 對 更具有更好的穿甲能力 不然英國挑戰者號主砲拿來 不要跟俄羅斯比 就同樣北約跟德國的主砲來比 它的穿甲都會比較低 所以現在烏克蘭戰場上的狀況就是 因為英國要援助 那個挑戰者2號的給烏克蘭 所以他就勢必得把這個砲彈拿過去 不然那個戰車的主砲的威力 就會消弱 這個新聞其實是這樣 因為平佑彈是被單獨拿出來的 但是事實上烏克蘭必須要用平佑彈 是英國挑戰者號 英國決定把挑戰者號援助給烏克蘭的時候 就已經注定烏克蘭必須要使用平佑彈 因為挑戰者號 你如果不用平佑彈 你很難打穿 俄羅斯的比如T-72的裝甲 那在比較遠的距離 我們講那兩公里上射程 直秒的射擊 你很難打穿 而對方的反坦克飛彈是很容易打穿你 那對英國人來說 那他必須要供應全套 所以他就一定得供應這個彈 那放射性呢 現在看起來 就是俄羅斯在討論的是放射性 覺得說這是一個毒害烏克蘭 或是俄羅斯土地的做法 當然 因為你既然是佑彈有放射性嘛 那放射性基本上來自兩 對人體的影響會來自兩個 我們後面會特別提 就是我們不能隨便亂說 所以我們已經用美國的資料 但是現在可以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你會遇到這樣子的彈藥 在兩種情境 第一種就是這個彈藥沒有發射出去 所以你去觸摸它 當然因為它本身就有放射性 那有沒有危險 沒有 因為天然又在分裂的過程裡面 它釋放的是α粒子 那我們知道方射性有三種嘛 α、β、γ 那α是穿透性最低的 那你帶一張紙就可以阻隔掉它 所以我們一般的衣服或皮膚 就可以阻隔掉α射線 所以它在體表就被阻隔掉 所以你說對 比如說對使用這個皮膚蛋的 這個戰車兵來說沒什麼影響 對 但問題出在 我們剛剛講 這個皮膚蛋 它打到目標之後 它會碎 而且它碎 它會碎成非常非常小的微粒 那個微粒會跟著爆炸時候的暴風 我們知道爆炸會有震波 會有壓力然後會有燃燒 會有煙塵會四處飄 那這些微粒就會飄浮在空中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是經過它 你把微粒吸進去以後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微粒吸到人體裡面 或者這些微粒會飄到 可能飲用水 或接觸到你食物 那你是不是就吃進去了 這時候會出現第二種狀況 我們剛剛不是講第一種 放射性是從外來的時候 人體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一旦你吃進去體內的時候 放射性那個α粒子是直接打你的細胞壁 那個傷害就不是 因為你已經沒有那個我們表皮或醫物的阻隔 所以是直接 就是輻射線一直在照你的器官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波斯灣戰爭之後 有很多美國退委軍人他們抱怨 他們罹患了不明的疾病 為什麼叫不明疾病 就是他人是不舒服的 他人是有疾病的狀況 可是找不到原因 那在經過很多追查以後 發現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 他們都參加過波安戰爭 再來都是他們另外的共同點 他們都曾經接觸過貧優彈 不論這個貧優彈是打在敵人身上 還是他自己本身就用貧優彈 所以經過這些交叉的比對之後 有些論點他是懷疑 貧優彈的使用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但因為這個背後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你一定會有人說有 一定有人說沒有 就一直沒有辦法下定論 但我們還是依據美國官方的說明為準 老師他很好奇 那貧優彈就是我們不能指望商人的道德良心 而且他如果真的有這麼好用的穿甲能力的話 不會只有美國跟英國在用啊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軍隊應該都會用啊 台灣也有啊 台灣也有 我們也有 畢國有啊 畢國當初也有好像也有買一批 那所以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待的話 他其實他算是一種核擴散嗎 因為核擴散其實他有很嚴格的定義 但是因為貧優這種東西目前處在一個灰色的地帶 這國際上面有部分公約 有開始想要 就是他在條約裡面已經有 有可以延伸解釋限制貧優 但基本上大國都沒有簽這個條約 俄羅斯之前應該也有吧 俄羅斯也有貧優啊 所有賣 所有 所有你可以生產反應爐燃料的 幾乎都可以做貧優 其實他又不是什麼很難的記憶 但重點就是 貧優他並不是現在最好的選擇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貧優在剛被發展出來的年代 其實他有很大的動力是帶有 幫這些核燃料生產公司去核廢氣物的考量點站 你說我去 比如說海外戰爭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貧優拿去當武器 打在人家土地上面 我就不用處理核廢料 所以核酸戰爭用這麼多就是 對 我又不用處理核廢料 而且我又可以賣國王補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 同樣的破甲 同樣破甲彈 平右彈遠比 其他的特種破甲彈 我們講特種破甲彈 不是一般剛心破甲彈 現在 性能很好的 破甲彈 就是用烏的或用合金的 他的穿身不會比右差 不會比平右 但應該很貴吧 就算他很便宜 也沒辦法跟不要錢比 原本是負資產 原本是負債 現在變資產 對啊 因為他原本就是要丟掉 而且我還要花錢去處理他 我現在把它做成 有的 就是有型 我只要不虧本就好 我只要可以賺回來加工主義 他有真的實在的道德危機嗎 媒體說沒有 基本上就沒有 我們必須要這樣說 我們講道德危機 其實現在整個標準是不懂的 OK 好啦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 本週 這個 威廉王子到 那個波蘭邊境去視察英國部隊 那當然這種 這個新聞其實 就我們可以看 因為 西方在媒體操作上面 他們講求一個平衡的 平衡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當可能習近平主席去訪問 俄羅斯 俄羅斯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些可以洗掉 這個新聞的 或是可以降低他衝擊的 岸田文雄 去看哲學時期 這個都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在媒體傳播上面 有一個很大語言 我們人看電視的時間是有限的 那其他時間不管 但是你在看電視的這個時間 不能一直都看到普丁跟習近平啊 你一定要有別的東西去 去 衝淡 人們對這樣事件的影響 所以 在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當下就會有很多不同的事件 去衝淡他 那當然 威廉王子去也是一個 不過因為他爸都已經 去過 所以他再去也不是很意外 他去這一行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鼓勵英軍 鼓勵英軍 那這是在 在波蘭邊界 因為北約嘛 北約目前有軍隊駐紮在波蘭 北約現在說什麼 要要召集30萬大軍 然後呢 長期駐紮在俄羅斯邊境 這件事情有可能嗎 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看 北約目前還有多少規模的軍隊 對 這個 當然有很多人會講期望 而且 大家回想一下 就在三年前 川普還在抗議 歐洲這些國家不願意出軍費 他現在去哪邊升30萬大軍 好 OK 來 這個是 阿薩德總統 這是另外一個 阿聯酋 對 這是上禮拜另外的大事件 就是阿薩德 他去 去莫斯科訪問完 然後就 接下來行程 他行程沒有斷 就是 沒有 他去 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又去 阿聯酋 那這是跟阿聯酋的 國 國王一起合照 就是破冰之旅 我們知道 敘利亞這個國家在整個中東 他是比較特別的存在 因為 我們知道中東 主要的宗教是什葉派 回教 伊斯蘭教裡面的什葉派跟遜尼派 而敘利亞 阿薩德他們家是另外一個教派 但這個教派跟什葉派是比較接近 他跟什葉派接近 但不是什葉派 不是遜尼派 也不是遜尼派 他們是一個單獨的教派 人數比較少 然後 但你因為教派上面的關係 所以其實阿拉伯國家 對敘利亞 就阿薩德他們家 是一直敵意都不敵的 所以當敘利亞發生動亂 阿拉伯之村蔓延到敘利亞發生動亂以後 敘利亞內戰迅速燃燒 敘利亞內戰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 什葉派國家的資助 這是大家都知道 包含裡面還有很多蓋達組織在活動 還有ISIS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敘利亞現在的政府 阿薩德的政府承受了非常非常多壓力 但很多人會覺得 那阿薩德他是一個獨裁 獨裁政權 他們是有選舉的 阿薩德也是一票也有被選出來的 他並不是沒有民選 但你可以說他們的選舉是假的 他們選舉不公平 但他們是有選舉制度 他是定期要改選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很多 我們在嘴巴講獨裁的國家 事實上他們都是必須要經過選舉 俄羅斯也有 俄羅斯也是必須要經過選舉 只會選舉會有很多種形式 對 當然我講的不一定很精準 但最起碼形式上 對岸的共產黨 他也是要選舉 只是他的選舉不在 一般人民的普選 共產黨黨內也要選舉 所以當我們在評 就是我們會習慣性的 把跟美國對立的 一面就稱為獨裁 但是不是獨裁 那真正不需要選舉 其實北韓就不需要選舉 日本 他的勞動黨內部 應該還是要選舉 但是 就是 當我們在評價的時候 我們往往先以為自己佔領一個 道德的制高點 你就是獨裁 我就是民主自由 但有時候你反觀 反過來看 如果有些獨裁的國家治理的 並不比 民主自由的國家差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 那這個 我要特別提出來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 其實我們要知道 和平真的得來不易 老師你可以幫大家解釋一下說 這個敘利亞要跟 要跟阿聯酋這樣子的國家 和解這件事情有多困難 他意義是什麼 他 很大很大的困難 就像我們錄影 就今天我來錄影的之前 我看了一下 最新的進度就是 沙特要跟敘利亞恢復邦交 斷交了12年 就幾乎在敘利亞爆發內戰以後 就斷交 那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敘利亞的內戰 死了30萬人 然後曾經有一段時間 沙特地阿拉伯跟阿聯酋 他們這些沙特地聯盟 阿拉伯聯盟的國家 曾經計劃出兵攻打敘利亞 要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消滅掉 他們彼此之間已經 已經到了劍拔弄張 然後敘利亞內部的反對派勢力 有非常多是拿周邊阿拉伯 這些友情國家的贊助 不然沒有 這些叛軍的武器裝備 比政府軍還好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真正陷入苦難的是 敘利亞的老百姓 在 這麼長的內戰的時間 就我們已經知道統計就是 死亡的人數有30萬人 那流離失所的人 就至少高達300萬人 還有很多逃到歐洲去 在沙灘上面溺斃的小男孩 對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 因為他們又帶有宗教的關係 又帶有地緣政治關係 所以 和平幾乎是不可能 就你要讓他們和平相處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 很多石油利益的衝突 再加上很多 很多 歐洲的國家 很多西方國家 在裡面有很深的利益 因為那邊都產油 所以你要讓這個地方 和平下來是很難很難的 那真正 我們看到 眼睛看到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是伊朗跟沙特 不是前一陣子 在王毅的撮核形下 在大陸 大家願意 做 準備恢復外交關係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烈性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已經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而 他這個釋放出來 就遠遠比 就是他釋放出來威力 遠遠比大家想像的強烈 就在 伊朗跟沙特可以坐下沿河之後 接下來一連串的變化 讓大家觸不及防 首先就是 夜門的內戰 胡塞組織跟 跟夜門的 沙特福祉的 跟阿聯酋各自福祉的政務 已經準備要停火 要協談 大家要協商出 夜門未來的路 那終於這場戰 能可以結束 我們過往這麼多年的時間 我們一直在看 夜門的小孩 因為美國禁運 然後 夜門的小孩一直沒辦法 有充足的奶粉 一直沒有食物 都是必須要靠 很多國際援助組織 把這些物資送進去 那現在 這樣的和平不是很珍貴嗎 而這個和平要花多久的時間 怎麼會突然 突然起了這樣子的骨牌效應 還是 我們還是必須要講 就是 中國大陸他在 在中東的這個 斡旋的過程裡面 非常非常辛苦 這個辛苦可能 可能很多人沒辦法想像 因為你要讓這麼多 利益不同的 的國家願意坐下來談 那他各自回去 又必須要搞定 自己國內裡面 各種不同的派別 所以 這中間最需要 就是在大家沒有互信的情況底下 你要讓 兩邊可以互信 只能怎麼辦 由第三方來提供保證 這個提供保證的第三方 必須要有足夠的信譽 當然 伊朗為什麼要相信 中國大陸 沙特為什麼要相信中國大陸 就是因為你必須要 有足夠讓這兩方的人相信的基礎 這兩方才有機會坐下來 中國是怎麼做到的 那他在中東使這麼大件的利益 或是說目的又是何在 我覺得不管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分幾個層次來看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三贏的局面 對伊朗好 對沙特好 對中國也好 那一個可以三贏為什麼不做呢 那不管 中國從這中間得到多少的利益 可是和平是最珍貴的東西啊 一個打仗打了十幾年 地方好不容易可以和平 那我具體問一下 就比如說 那美國一直在中東這邊製造 拉一個打一個 拉一個打一個 那他的利益是來自於拉一個打一個 對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 就是比如說 拉誰跟誰和談 拉誰跟誰和談 那這兩方 怎麼會要如何各自產出利益啊 如果你沒有 如果兩方沒有 本身就沒有和談的意願 中國再花多大的工夫去拉 都不會有人理他 對我是說從美國跟中國的角度 美國的利益產生於拉一個打一個 對 然後呢 那中國大陸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拉一個談一個 對 那這到底是 分別是什麼不同的機制 讓這兩個國家各自有動靜 因為他在一個 一個最適合的 最適當的時間點 採取最適合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如果沒有俄烏戰爭這個背景 這個綽合是不會產生的 怎麼說 因為我們講的 只要戰爭留在歐洲 中東就會和平 就因為 美國的注意力跟歐洲注意力都行 被吸引在烏克蘭那邊 所以在這些磋商的過程裡面 就比較沒有 不會有什麼外界的干擾 那秘密外交就可以在這個層次上面發揮作用 這裡面在談判的過程裡面 叫任何一個過程曝光了 就不會有伊朗跟沙特做在一起的畫面 對 我是說像美國這樣的大國 它的利益來自於 大家都不要來威脅我 最好你們兩個 你們彼此殺的血流成 美國的策略其實不 應該這樣 美國的策略 就是它要去營造一個 你需要我遠超過我需要你的程度 這樣我才可以勒索你 那你什麼時候什麼叫做你需要我 你在危機當中 或是你在動亂當中 本來是好朋友 但你如果兩個都是好朋友 就沒有你存在的必要了 我不能去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如果 我今天在A這個人的耳朵旁邊說 B那個人說你肚子很大 走路很醜 然後A就說怎麼會 然後再到B那邊去講說 A那個人看你不順眼很久了 而且他昨天還告訴我 你打算要陷害他 如果你一直告訴他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一直創造出讓他可以相信的證據 他會不會相信 好 兩邊動搖了以後 因為兩邊本來都跟我很好 兩邊動搖以後 他是不是第一個來告訴你說 我覺得B想要對付我 我沒有安全感怎麼辦 然後你是不是就告訴他 沒關係我來保證你的安全 我們家有一種 要吃了以後會讓你變強壯 我們家有瓶肉袋 你要不要多買一點 對 你就可以對抗他 要不要採購一下 然後A想想 我什麼沒有我就是錢多 好 我就買 那當A買了這些武器以後 B是不是就緊張 B是不是要跑來跟我講 聽說A從你這邊買了很多武器 你要不要賣我一些 那美國要不要賣給他 當然美國不能賣給他 賣給他 當然你就沒辦法控制 但他們兩個打起來 你也沒利益 所以美國就會告訴B所 沒關係他不會打你的 他如果要打你我就會告訴你 但是你還是買我們家的什麼東西 那我就會提供一點點我的保護 我不會讓你受欺負 他不能讓他 就是我們在契約這樣的態勢的時候 你不能你賣給A什麼武器 你也賣給B什麼 他兩萬一針打起來 那你的利益不就沒了 所以你要賣給 你要創造一個 一強一弱 一強一弱這樣 那當強的想要脫離你的時候 你就賣弱的 比強的更好的武器 這是弱的就變強了對不對 那原本強的是不是就變弱了 那他是不是還要來找你 所以你是利用這種方式在操控 這是美國的 我們講操控的一個方式 那美國用這一套 在全世界各地無往不利啊 那現在 就是中國提供另外一種選擇就對了 中國提供的選擇就是 唉你們兩個就不要再吵了 你沒有安全感 好我給你安全感 他如果要打你的話 沒有關係 我會勸他不要打你 類似像這樣 那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讓誰損失最大的利益 就是原本賣武器的那個啊 所以美國不對付中國怎麼可能呢 所以現在 所以在柯比跳出來講說 烏克蘭不准停火就是這個意思 類似像這樣子啊 因為美國好不容易set up的這些局 但是 這個其實到最後我們會慢慢看到 中國就算自己不想做 這兩個人也會去找中國 那這兩個人只要在中國的影響底下 談成了事情 美國也會認為這是中國 即便原本就是這兩個國家 有意願要和談 那國也是中國要背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 你只要具備這樣子的能力 你就威脅到我的存在 對美國來說是這樣 你不用真的 你不用真的講說你要跟我對抗 因為我不會允許你幹這種事 可是你只要有能力 有朝一日可以跟我對抗 我也不能容忍啊 這只是改變 美國原本形塑的世界的權力關係 對 就不行就對了 對因為在我們知道在蘇聯瓦解之後 其實整個人類在世界格局的運作 就慢慢走向單極化 單極化就是美國是這個星球最強 所以由它來主宰分配這個世界的秩序 而這個單極化 我們走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理論上 美國那時候單極化告訴其他國家的是 會公正公平的解決爭端 要不然為什麼要單極化 大家都相信你就好了 對我公正公平的 但是我保證我會公正公平的 對待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爭議 這樣人類的戰爭就可以 我們可以一起走向美好的未來 在美國的領導之鄉 也不能說領導 他不會講這麼赤裸裸 他講在美國的 我們訂定的秩序底下 所以後來美國主導訂了很多秩序 對不對 世界貿易 然後全球化的進程 還有很多 對人權方面的促進 很多相關的都是這些議題 甚至之後有成立什麼國際法院 啊刑事法庭之類的 那這背後都是由美國出資 但美國很慷慨 你成立這些東西 又推動這些進程 其實都需要錢 而美國願意去 替全世界人民負擔這個 我們必須要說 美國在這方面很慷慨 那什麼時候開始走偏的 你知道人常常會有一種情境 叫信心超過能力 我以前在飛行線上面 我坐在前座開飛機的時候 後座的教官會在後面一直罵我 然後可是我很想 可是你罵年輕人嘛 罵了你叫我往右帶趕 我就偏偏不要 就是會跟你拉鋸 然後等到到地面歸尋的時候 教官送我一句話 他說 我知道你們都對自己的能力 非常有信心 但問題是飛行這種事情 是不能信心超過你的能力 所以你信心跟你的能力不搭配的話 你覺得你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 那事實上你是做不到 這就跟我們在三國演義裡面 看到對袁紹的評價一樣 對不對 就是他的他的才能跟他的目標 是沒辦法匹配的 那同樣的美國 我相信美國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帶著三衣 他一定會有很多人是帶著三衣 他想要創造一個很美好的願景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慢慢慢慢慢慢就變質 大家相信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重商的社會 那你在商業利益 在這個過程裡面 商業利益 你只要有分配 有控制 有規則 就意味著商機 對不對 那你在很多商業利益的影響底下就會 你原本可能帶著美好崇高的目標 就會開始慢慢慢慢轉變 所以花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不知道 你說他原本可能從理想主義開始驅動的目標 最後真正主導的還是資本主義 這是無法避免的 我們在人類近代看到太多這樣的例子 我相信 因為我對人性充滿了期待 我相信這些人 他們當初在設想定下這些目標的時候 都帶著滿滿的善意 可是有時候最殘忍的事情 都是源自於善意 所以老師特別把這個列出來 感叹很深 現在可以看到這一幕 回想當時在聯合國 當初整個國家 人家想炸就來炸 今天就是試駕飛機飛進來 炸你一頓就走 你拿它沒辦法 明天又是來發射幾十枚巡迅飛彈 來炸你 你還沒辦法 你說這是敘利亞的聯合國大使 這是一位博士 他那段時間 他不斷的在聯合國的大會裡面 因為大家都要求敘利亞 你要政府要站起來 回答我們的質疑 他不斷的在為他的政府辯解 而他的利潤是如此清晰 如此具邏輯 可是在場的所有指責他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 那這是那個時候在 漢謝鴻 就是媒體或者是敘利亞反抗組織 講說政府軍動用化學武器 然後西方各國在聲討 就是決定要對敘利亞動武 然後他負責為他的國家辯護 他不論拿出多少事實 不會有對他國家的命運 不會有任何改變的時候 他就這樣 他只能他很失望 他就只能坐在那邊 他想不透 人類的社會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就是發生了 但你要想 在這樣子的年代走到這樣子的年代 有多麼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說這張照片 其實很令人感動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關心 就很少在關心敘利亞內戰或中東動亂的這一段 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追 所以我記得幾乎所有發生大的事件 所以我只能告訴大家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能夠走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OK 好 然後這個是 這段影片大家在YouTube上面還可以搜尋得到 非常 而且很多 那這個是 我們不是說 CNN獨家欸 excusive欸 對對對 當初 就是西方國家一直不斷的對敘利亞施加 就一直講說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屠殺他的人民 用化學武器 然後這樣的事情在2013年指控過 2014 2015 2016 只要每隔一段時間 只要敘利亞政府軍快要打贏的時候 就開始用化武了 就會有化武 所以我們就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我都打贏了我幹嘛用化武啊 敘利亞政府軍是哪裡有問題啊 你都已經要打贏了 你還用化武幹嘛了 但西方媒體會告訴你這件事 那這個是 就是那個時候在漢謝宏就是 大馬四閣附近 那以斯洋政府軍已經快把地盤收回來 就反抗軍快被驅逐 就只剩下一個小小的區域的時候 然後美國的很多媒體就報導 就先有白頭盔 然後就有記者去拍就有那個水龍頭不斷的衝小孩 然後一堆小孩躺在那邊 然後就說他們被化學武器攻擊 然後就在這個新聞出來的 大概兩個小時之後就有記者拍到那個黃色的鋼瓶 然後那個鋼瓶從屋頂上面一個破口進來 然後不到六個小時 美國的電視台就有鋼瓶的3D模擬畫面 它是如何被從直升機上面丟下來 你如果載著這麼劇毒的化學物品 你為什麼不用其他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有人抱著這個鋼瓶坐在直升機上面 然後把鋼瓶推出去 因為這個過程漏掉 那直升機上面的人不是死光了嗎 這些東西都匪 都很 就是我們事後看都匪於所思 但是在當時都 大家在媒體的 相信媒體的情況底下 我們都會相信嘛 那這一段CNN的獨家會給我 一個很 它很像一個光怪陸禮的 史金秀嗎 沒有 它很像那個電影 就是我們叫追殺比爾這種 就是刻意做得很荒謬 但是讓你覺得 去思考人生大道理的電影 其實它整段就是這樣 這個介紹影片一開始 這個女記者到 伊德利普的這個難民去的時候 她是拿著兩個芭比娃娃 很漂亮的芭比娃娃 而難民營的這些小孩 衣衣衫 就是她的衣服是很髒很破 然後因為難民嘛 你是沒有辦法 然後她媽媽在旁邊洗 那小女孩收到芭比娃娃 她就很開心 那CNN還給特寫 就是女孩洗衣樂的 小女孩 她含義是非常明顯的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她看到女孩的媽媽在用臉盆 在洗女孩的這個粉紅的小背包 所以她就很憐憫的去拿著那個背包起來 然後這個畫面停格 當然我們是Capture下 然後接下來她就告訴電視機前面觀眾 這個背包 聞起來有一股很難形容的味道 然後她又深吸了一下 然後告訴電視機前面觀眾 這聞起來像是毒氣的味道 我看到這一段我就快要昏倒 這裡有一個 當然當影片在很快的 流轉的過程 你並不會特別去注意到這個 但我是比較急車 我喜歡去注意這種細節 這時候就會有兩個邏輯炸彈跑出來 第一個 這個女主播聞過毒氣嗎 那她怎麼會知道 這聞起來像毒氣的味道 第二個就是 女主播這個動作其實是非常有教育意義的 就是我們必須要在這邊告訴 我們前面的觀眾朋友一個正確的事情 你懷疑這個背包有毒氣 你千萬不要去聞 因為真正有毒氣 你聞了以後五秒鐘 你就沒有呼吸心跳 那旁邊還用徒手去拿啊 所以這樣子的畫面不是很荒謬 這不就是演過頭三個字嗎 但是這樣子的媒體 她在電視機前面對著全世界所有收看 她的觀眾講說 阿薩德政府 她是用毒氣去毒殺她的人民 證據就在我的包包 手上拿著包包 證據被我聞到了 對 但是這件 這個攻擊事件其實還有後續 後來 聯合國派的禁止化學武器組織進去調查 就在幾年後 當初派進去調查的這一批人 有一些文件洩漏出來 這個洩漏出來的文件 告訴大家第一份進去調查出來的報告是造假的 所以怎麼辦呢 這不就跟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一樣啊 對 所以在以俄烏戰爭這段時間 很多人會質疑我說 有布查屠殺事件啊 那你為什麼不去談布查屠殺事件 我覺得我已經不是那個天真浪漫的 那個很 我十五六歲那時候的天真浪漫 當你看過這麼多造假的東西以後 我當然我不否認 也許會有布查屠殺的事件 但我不再相信片面單方面的講說 一定有或怎麼樣的 當你看過這麼多造假的媒體造假的事情以後 你還會相信媒體 那你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你太天真 第二個你太笨 好 可能兩者都有啊 對也許啦 這也是上週的大新聞 對這也是上週大新聞 這個畫面第一個讓我驚訝的事情是 原來普丁大帝的個子這麼嬌小 對他一百七十幾公分 這個我必須要講一下 後來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就是很多台灣的媒體 很多新聞主播會報 那大家的重點幾乎都落在 原來普丁看起來很嬌小 然後在講話的過程 就不就是 當你在討論 兩國元首談論什麼內容的時候 都比不上元首身高重要的時候 那個我們很多主播在講的這個過程 跟他形容的方式會讓我覺得 我們國家的總統好像是籃球隊中鋒嗎 我們國家總統的身材也不是很高啊 好這個不是重點 這是我們complain一下 其實我要給大家提這個 其實這個事件就跟王毅的左邊右邊各佔 伊朗跟沙特的那個事件 對世界的影響的程度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習近平主席這次去看普丁 大家看到很多都是官室訪問的這一塊 但我其實我要在這個本週新聞早壇裡面提出來 就是我提的這段話其實是當天 因為他們的行程是安排真的很奇怪 他第一天其實不叫做官方行程 他的官方行程是第二天他開始 他的第一天其實就接完了以後 四人約會 對就是老朋友吃飯吃了4.5個小時 快把外面的記者給凍死了 然後在最後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在門廊 那就是這段對話是習近平跟普丁 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那剛好旁邊的記者收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還是無意 就是收音有收到 那我就把它翻出來 就是習近平對著普丁講說 這是百年變局之處 我們一起共同推動 然後普丁就點頭說我同意 再來是習近平跟普丁講說 保重親愛的朋友 然後普丁就說祝你一路順風一路平安 什麼意思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其實私交很好 普丁是不會隨便跟外國元首吃飯 他非常龜毛 而且他的反應是非常情緒化的 他不喜歡你 他就不喜歡你 他就不可能 不可能跟你坐在一起吃晚餐 而就我記憶裡面 普丁跟習近平每次碰面幾乎一起吃飯 也可能是 可能一起吃冰淇淋啊 然後還有一次是 普丁自己做那個捲餅 是俄羅斯的一個特別的料理方式給習近平吃 然後習近平也自己弄一個 那個新聞畫面多有 他們兩個其實不僅僅只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而是他們兩個其實私交就很好 而且他們兩個是 就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常常在看普丁跟其他元首的互動 跟習近平的互動是完全不同的互動 我們從很多小細節就可以看到 而我們很難看到習近平對一個國家元首會這麼放鬆 就臨上車之前 就我們看新聞畫面 普丁送習近平上車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習近平有一個很小的動作 他的手繞到普丁的後面去拍了一下 就是他們要上車之前 這是一個 對元首來的 這是一個 你們兩個有一定私交才能做的動作 因為元首跟元首之間 你是盡量不能把手放到對方的背後 除非對方非常的信任 所以我們從很多小動作 其實可以看到習近平跟普丁之間的 他們兩個是有一定 就是他們是有一定的信 而在這個信賴底下 可以促成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講說 中國提出和平 對烏克蘭局勢和平的12點 當然很多人就會講 中國要跳出來當和人跳出來調整 這難度很高 我知道很多對岸的朋友一直在質疑這點 為什麼中國要去躺這個溫水 中國沒有躺這個溫水 他只是把這個窗戶打開 就跟王毅去想辦法 讓敘利亞跟沙特 這個之間可以和解是一樣的 這事情很難 但一定要有人去做 所以我記得我上次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有提到說 中國人 必須要開始學會做一個大國的人民 就是看待很多事情必須要 要寬容 要溫暖 那很多對岸的朋友他們會說 以得抱怨何以抱直 對 以得抱怨何以抱直 那以前人家打我 或美國現在這樣對我 我們還要對他很寬容嗎 我沒有告訴你們要對敵人寬容 除非你是分不清楚敵人跟朋友之間的差別 你對朋友或者對你必須要關心的人 你是必須 跟一般的人民 普世的人民 你要帶著寬容的心態去看這些事情 但你要對敵人下手奪狠我也不反對 你不把他打趴在地上 他也不會感謝你 所以對敵人當他出手一定要狠 這是你的目標 但是你不能當送香公 就是有愚昧的寬容 可是你也不能對自己的朋友 跟對敵人一樣 對不對 我沒有說錯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到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我這段我在提說 中國人民必須要學著去當 學著去成為一個大國的國民 你要能夠在更高的維度 或用更寬容的角度去看很多的事情 那很多人不同意我說的話 所以就會在頻道底下 會有噼哩啪很多的留言對不對 這些留言是不是剛好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對 當然也可以不贊同 那記得斗內 百年變局是什麼意思 百年變局就是 我們根據過往的經驗 大概一個帝國的 一個帝國的 巔峰到他 總要開始殞落之間的過程 大概一百年 就是這個一百年的週期 那現在就剛好遇到了 那這個帝國是哪個帝國 大家都知道 你說一次大戰之後 靠著歐洲的衰落 然後興起了那個帝國 大概是不是就一百年 對 好 那老師我很好奇 百年變局這件事情 我在這一週 然後在很多不同節目 也聽到很多人不同的討論 你覺得百年變局 他可能隱含了什麼比較具體的意義嗎 其實習近平在很多國內的演說 我們應該這樣講 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去聽 習近平講的話 其實還有普丁 習近平講的話跟普丁的話 他們有一個高度重疊的點是什麼 是什麼 這個世界要從單極走向多極化 這就是這次百年變局最大的含 你說單一的超級強權 要變成回到多極化的世界了 所以就是單一的帝國要殞落就對了 我們不能說他殞落 不能殞落 就是不再是唯一了 對 我們不能那麼有攻擊性的 說百年 這一定是這個帝國要崩潰或殞落 或瓦解的一個改變 不一定 但我們寧可看這個百年變局 就是這個世界從原本單極強權 慢慢要走上多極的這個變化的過程 所以我們講的百年變局 其實最大含義應該是這個 好 一週新聞雜談 就是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上面的一些事情 對 就是巴黎的在法國巴黎抗議馬克宏的人潮 而且這個年金改革 而且越聚越多 現在已經不是只有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群眾運動通常都會 目標會不斷的改變 一開始可能年金改革 現在已經什麼 五花八門都來了 對 什麼很奇怪的訴求通通 但這個就是人民運動的一個特點 所以它是一個有機體 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剛開始馬克宏 他也低估這個政治的後座力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像處理黃背心事件 去處理這件事 但這次很明顯看起來是不一樣 因為這次有太多不同的因素加上在裡面 法國有像英國的通膨搞到那麼慘嗎 好像還沒有 不需要搞到那麼慘 因為在歐洲 美國就要搞掉兩個國家 歐洲都不會作亂 一個德國 一個法國 那德國現在乖得跟什麼樣 剩下就法國 所以背後可能又有一些因素 對 但這背後一定是有很多政治 那俄羅斯也想要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影響力 那 當然這裡面一部分 也是法國自己草根的力量 要想要改變啊什麼 還有那極右 不知道本身國內的政治 但總之這一團就是很不好收藏 就是了 好 那這個是 Start wall Give this a chance 對 這也是最近在那個 柏林的反戰示威 但這個柏林在德國的反戰示威 這個反戰示威非常 有特點 就是在這個反戰示威裡面 大家都反戰 大家都罵俄羅斯 好像又開始有一些 對 但這沒道理啊 因為你竟然是反戰 可是我記得德國之前 也有另外一派反戰人士 是呼籲烏克蘭極右翼要停火的 對 也有 但這個聲音慢慢 只是說 這一場看起來就是 你一邊罵俄羅斯 一邊要求停戰 你就直接要俄羅斯投降 這不可能會發生的事 但我們知道有些年輕人 他充滿了熱血 他就會 他就會覺得 嗯 我去做這樣的事情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就是用善惡二元論的觀點來看待 所以俄羅斯一定是百分之百惡的 對 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太清楚 所以這就是 歐洲 因為我們之前有預測嘛 這兩戰爭一定會伴隨著歐洲的不穩定升高 那柯比先生 好 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是 國際刑事法庭的 檢察官 總檢察官 跟烏克蘭的檢察總長簽約 那有趣的是烏克蘭並不承認 他不是國際刑事 國際法院的條約的簽約 羅馬條約 應該羅馬條約沒記錯 他不是他的簽約國 然後 但是他簽約 同意國際刑事法庭 在基輔成立辦事處 你 這不是有一種道具的感覺嗎 我本來也沒有把你當一回事 但是我現在需要 來來來來 因為你起訴福丁 當成一個道具在用 所以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當我們在看這些國際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是我不正常 還是他們這些人不正常 好 你說哪裡 再來是柯比 柯比最近很紅 但是他就酸俄羅斯 酸中國以外 他最近就是因為平右旦的事情 他站出來保衛英國 他說 我們認為平右旦 對人體的健康根本沒有風險 根本沒有風險 但是 但是 我們去調了 美國退伍軍人部的 網站上面 這大家去看都還有 退伍軍人網站上面 白紙黑字寫著 與平右有關的健康問題 如果平右進入人體 例如 砍入人體的水平 我們不是講 他爆炸會有很多 破片打到你的身體 或者是你的傷口被 那個 被沾附了 進入你的人體 那右的輻射能很高 因為他Alpha 他雖然很高 可是我們講他紙都穿不透 問題是他到你的人體裡面 覺得他的能量很高 他就一直不斷的打你的細胞 所以 他們其實是 證明了 平右隊有潛在風險 所以他要求 在服役期間可能接觸過的 在服役期間 你在華裔你有接觸過的朋友 或是你曾經參加的 戰鬥場景裡面 你華裔有使用的朋友 你都可以跟 退伍軍人部 跟很多醫院 特約醫院前院 你可以去要求 對你的人體 進行一個詳細的檢查 檢查你的身體體內 是不是有朋友的水平 好 這個柯比竟然就是 沒有被 沒有被平右彈打過 因為他現在還 他應該還沒有退伍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退伍 因為之前我看到他還穿軍服 所以他如果沒有退伍 他就不會去看退伍軍的拖展 好 再來是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 這張地圖是阿特務那邊 不過 我們要講到普里格金 告訴大家說 現在烏克蘭軍隊正在 在動員人力 在集結 對 準備反攻 接收北約的裝備 然後他坐在 阿特務的周圍 就是準備 阿特務反攻 大概有八萬多士兵 對 那不過我的重點是 普里格金 是個生意的 所以他有時候講的東西 聽聽就好了 好 OK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是斯洛伐克 最近 最近出來說 他們已經移交了 四架米格29給烏克蘭 然後美國國安部說 為了彌補斯洛伐克 移交四架米格機 給烏克蘭造成的缺口 所以美國決定援助 斯洛伐克直升機 這是正在 緊握密鼓訓練的 準備大反攻的烏克蘭 什麼時候會反攻啊 快要四月了 下一週就四月了 其實我覺得 因為反攻 他只是一個 時間表 時間表都可以調的 那你會調時間表 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人員有沒有到了 這也是 北約的承諾的 這些重型裝備到了 那就我們目前來看 很多北約國家 都是一直講說 我們會送會送 到現在還沒送到 好 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來跟我們整理一週的 相關的軍事國防 外交的新聞 憑右旦 長知識了 還有這個 百年變局 以及這個 這個敘利亞這段故事 其實讓我滿感動的 對 尤其是 尤其是如果是 我們是敘利亞人民的話 恐怕更有感 對這個和平 真的來之不易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一路從 敘利亞的 就阿羅伯之村 一路這樣觀察 我之前在看敘利亞 我覺得敘利亞 這個地方的 人民的苦痛 苦難 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 那 我也希望說 這個地區的和平 可以 真的可以穩定下來 真的可以被 被這些國家願意 實際上把它促成 OK 謝謝大家 掰掰